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大飙车 我是俊俊峰 也是那个主机车真话大冰块 依然还是我身后这台奔腾的X40 我们在上一集跟大家去聊了一些 关于使用方面的话题 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今天还是把这辆车开起来 看看它开起来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是会翻阅了一些资料 就是看看说对于这辆一气奔腾的这辆车 它到底的底盘有没有所谓的渊源 当然我们之后的拆解环节 也会去跟大家探知一二 但是我们从能够搜到的一些资料来看 它的确好像是无论是发动机也好 还是底盘也好 还是所谓变速箱也好 总是跟大众还是有一些扯不断理还烂的关系 那么今天就是先没有拆它 先把它开起来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得过车的味道 那好 现在跟着冰罐一起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还是来到前面去看一下 没什么过多的说的 但是好歹也要在前面露个馅 那外观还是见日见日 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我们还是直接到后面去看一下 好 那这辆奔登X40它的轴距是一个2米6的长度 但是这也是数据 当然说里面具体大小还是大冰块亲自试一下 是更为准确的 那它的轮胎是215 55 17 那它的级别是一个94V的级别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也在问 说能不能帮着看一看这个轮胎的级别 那我们现在也在制定这个评分的规则 我们也会把轮胎的级别给纳入在我们这个大的一个评分表里面 好 那这块就是一个轮胎的情况 那轮胎的品牌是万里的品牌 好 我们现在来到后面 那上集跟大家去说了一下使用的方式 也稍微吐槽了一下 这个按钮实在是太小了 那我们现在转还是来看一下后部的空间 当然说对于一个2米6的轴距车而言 后面的空间属于比较偏小的那种 当然说我们希望它是妥协了更多的后排乘坐空间 而吸引了一部分的后面的储物空间 当然我说对于这个车而言 坐着要比你后面用的东西的就机率要大 我们上集说了 就后面是工具也好 还是备胎也好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它后面是浪费了一些空间的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大家可以看 它虽然说两边有塑料泡沫给堆到两边的 但是我真的不能说把它乘作为一个储物的空间 你见过只有三边的盒吗 我相信如果放任何东西的话 你在开着工程中一定会掉到备胎里面的 所以说我还是不能把它成为一个所谓的储物空间 它如果说可以把你的工具更合理的分散到两侧 然后把后面的板更往下一些 会让后面的空间会更多一些 我只能说它后面底下的确会浪费了更多的空间 当然说如果说把后面的空间可以更好的利用一下 会更好一些 好 后面就是这种情况别的也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后面也就除了空间大小这样的事就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好 那我们还是进到车里面看看这辆车里面什么样的 我们也是简单决说 最后最重要的是这辆车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来到车里面 跟大家去聊聊这个里面整个一个使用方面 我搭这边会觉得好与不好的一些地方 好多 好吧 好多都是硬的 就是完全都是硬塑料的 当然这个车很便宜 这辆车就是这一块是一个类似于仿皮的 是一个格的这么一个装饰的物 然后让你感觉会好一些 上面还有一个非常秀气的缝线 但是其他的位置除了门把上面也有一个皮革的材质之外 剩下的基本都是一个塑料材质 所以说进来以后 糖素的反光跟硬素的反光差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糖素的反光会感觉更柔和一些 但是硬塑料它反光是非常硬的 一进来就会有那种特别廉价的塑料的质感 直到铺面而来 方向盘依然是就只能是上下调节 不能前后调节 我这个话题也跟大家聊过 就是如果十年前你还放一个 只是能够上下调节的方向盘 我能够利益 但是到今天你还在用这种 只能上下调节的方向盘 我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因为大冰块还是一个 是一个相对而言标准的坐姿 其实我还可以再稍微往前一点 我腿基本上已经到前面是极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不是标准的坐姿 都不是标准的 如果说方向盘再往后一点 是OK的 大长腿的欧巴 开车都这样了 我就问这个车怎么开 大家知道不知道 就是这种位置的方向盘 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方式 在大冰块的 这种选车的体系里面 这种方向盘的车 我是压根就不会选的 压根就不会选 座椅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最低最低最低的位置了 大冰块一米七八的个头 上面还剩多少空间 大家自己能看得到 个再高一点的话 就会觉得别扭了 它这个座椅已经是最低了 但是它在整个的 我们吃过这么多车的这种调节里面 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换句话说 这辆车的人体工程学 其实做的并不好 我就说是并不好 好的人体工程学是什么 无论你是胖的 瘦的 高的 矮的 在驾驶时的 洗的这一块 你可以调到你一个舒适的姿势 但是这辆车真的还是会差一些 只能说自主品牌还需再努力 座椅它是一个皮质的 就是偏硬 偏硬偏股 包裹性也非常非常的一般 这个是我给整个舒适度的一个评价 OK 说到这块 功能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这个东西也算是见仁见智 你认为这个好用的话 咱就OK 当然使用逻辑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支持触屏不算太难用 只能说不算太难用 但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空调调温度的时候 屏幕是没有人能显示的 我一开始以为 为什么设计师的脑子爆炸了吗 风量大小 靠体感吗 我调一调热了 热了 再调冷点 冷了 没有人能显示 然后我们也是去论坛上面也好 在网上也好 去搜索 有没有相关是同样的问题 是我们不会操作 还是说是它真的有问题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实 不仅仅是我们这辆车有这个问题 是很多小伙伴的车都会有这种问题 它其实原本是会在你的显示器上面 去进行一个温度显示的 但是这辆车没有 是因为它坏了 这辆车我们也是仅仅开了6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 而且不仅仅是这辆车 我们在网上也是会碰到很多小伙伴去抱怨这个问题 最后的方式怎么解决 去自在电从刷一边电脑就会恢复到这种方式了 这个就是这辆车大致的一个感觉 其实整体来说 除了坐姿这块是大名块无法忍受的这一块 其他的也都还好 空间大小 大名块的标准度资 我们去到后面看看 看看2米6轴距的奔登X40 它后面的空间是不是够用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我现在来到了后面 跟大家再简短的说一下 然后就把这辆车给开起来 那前面老样子标准坐姿 那空间来说两全问题不太大 所以说果然是就像我刚才预言的那样 它的确对于一个2米6的SUV而言 能够提供这种空间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当然代价是的确是牺牲了一些后部的储存的空间 那座椅的高矮还是大名块的老样子 然后它这个也是比较讨巧的 做了一个内凹的设计 因为它不是一个全景的天窗 这一块是它的整个天窗里面的一些机械结构 那这一块它就凹进去了 所以说头部空间一拳多一点点 而且它的后排的座椅的靠背的角度 我认为也是比较OK的 就算你是完全贴符在座椅上来说 也不算是这种感觉 也是有点躺的感觉 当然说你可以再贪婪一点 就是做的更躺一些 那这个基本上就一个后面的空间 那输出度来说相对而言跟前面不找钱 就是也是包裹性不太好 然后偏硬一点点 偏硬一点点也是皮革的这种材质 长话短说 现在主要就是把这辆车开起来看看 这辆号称是跟德汽车有一些血缘关系的奔腾X40 它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开起来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车开起来 跟大家去聊聊这个车开起来的一个大致的感受 当然说还是要大家去想一下 因为这辆车毕竟是一个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 比方说这辆车到手也是10万块钱 但是对于大冰块而言 之前还是开过很多比较优秀的自主品牌 这种非常便宜的车型 比如说之前的那辆 什么宝君 什么CS55 真正都是非常好开的车型 那还是先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的一个大致情况 1.6升自然进气的发动机 配备的是六速的爱信手自一体变速箱 都说它的底盘跟德汽有些关系 到底有没有关系 请咱们一会慢慢道来 它的发动机是一个84千瓦的功率 还有一个155牛米的一个扭矩 其实对于1.6发动机来说 这个并不算特别的出众 换句话说你得看把这辆车当什么来用 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简简单单 就是5万块钱的代步车 OK 1.6自然进气 六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并说它并不会承载太多的动力 和所谓的推背感 当然六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当然也是一个爱信的机器 当然说变速箱是爱信的 但调校是完全另外一码事 所以说平顺度 我只说平顺度还是OK的 无论是你的起步 包括说慢速的换挡 这些所有的仪器 完全都要建立在买菜的技术上面 就是我是一个60公里 在城市里边慢慢开 然后生怕这个车多飞一点油 我要慢慢开 不错还是比较OK的 这辆车提供的是一个变动的 一个转向的方式 它的整个的阻尼属于比较偏柔和的 这种方向 就不算很沉 比较柔和 比较轻 我只能说比较轻 但是它的转向 跟它的整个车的转动 并不会有那种比较零的感觉 就是还是的话 买菜车买菜车 也就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买菜的感觉 总的来说 方向盘转向不算出色 但是也只能说是比较一个平庸的感觉 那整个的悬挂系统来说 我们也会查过一些资料 都说它跟德系车 有一些千丝万里的关系 但是在开的过程中 德国味有没有 也许一直在想 哎呀 这个车跟德国车有关系 可能有一点点被洗脑的感觉 你要这么一说 好像似乎的确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总是说这个车的悬挂的整体弹跳 相比德国车来说 甚至是我特别早看那辆高尔夫4 也就是MK4平台的高尔夫来说 都会相差很远 因为这样车整个一个悬挂的弹跳 你会感觉好好的一个底盘 给调的稀烂 就是这种感觉 你遇到一些比如说碎石路 你会感觉这个车的 无论前悬挂也好 还是后悬挂也好 做很多无谓的余波的弹跳 就是一直在 这个感觉 如果说OK 好的一个悬挂 它一定会贴服着 你路面上的每一个坑洼去跳动 你的坑洼是什么样的 它就会跳什么样的 那这个呢 你地上有10个坑洼 悬挂给你反馈的是有20多个弹跳 就是非常的稀碎条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呢 我并不会认为它跟 所谓的德国车有多大的关系 至少说在开起来这种感觉来说 跟德国车完全是不相干的 但是呢它又没有像日系车的 那么的所谓蓝散啊 慵懒啊 又没有那么的慵懒 但是它的指向呢 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指向呢 依然不是很清晰啊 就是非常粘糊 非常模糊 所以说它的整个一个 驾控的感觉是一个特别混乱的 当时啊 侧部支撑这个东西呢 对于SUV而言呢 它不会有太好的支撑 而且特别奇怪的就是 方向盘的虚量不大 难开不难开不难开 但是呢好开嘛 也不好开 就仅仅就是一个呃 代步买菜的这么一个车的一个级别啊 就是可能呃 对于一个呃 代步车来说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但是呢 你非要跟和系车 所谓扯上一些关系的话呢 那真是啊 自己抽自己嘴吧 就完全不是那种感觉 变动箱这一块呢 刚才我一种是在一个缓慢的行驶 问题不太大 换挡之间 你似乎都感觉不到 有丝毫的那种呃 这个患挡的所谓冲击啊 平顺归平顺 但是他在变动箱有点傻 什么叫好变动箱 在保证了流畅度的同时 而且要变得比较聪明 是因为它要了解到你的意图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深深的踩点油门 如果说比较聪明的变速箱的话 它会直接降一挡 然后用稍微高一点的转速 把你往前推 因为我油门踩下去了 包括说我现在的速度 我现在的挡位 我现在的状况 我现在的方向 它电脑会认为我是一个想超车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车不会这样的 就是你踩下去傻了 变速箱说你踩我一脚要干嘛 发动机说的 它的确踩了我一下 我是要试劲 变速箱你怎么不动一动 变速箱说了 我为啥要动 但是我再深深的踩一下的话 这个时候发动机说了 他就快把我踩死了 变速箱说了 好吧那我动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所谓的推背感是没有的 踹下去 非常大的一个声音 然后伴随的是缓缓的降了两挡 然后把你往前推 当时对于一个五万块钱的车来说 不能有一个太高的要求 只说的是 它的冰箱的确是有点懒 当你大叫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所谓的 有一点点的加速力 好吧 就是到最后尖叫那一刹那 我大鸣块的鸡皮鸽子都出来了 就是它的发动机的噪音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是那种非常杂乱特别难听的那种声音 完全没有丝毫那种所谓得戏应有的声浪的感觉 它的发动机的声音 我们以往说说这个发动机的噪音比较吵 是从前面进来的 那这辆车的发动机呢 它不仅仅是吵 而且它也是震 它的震呢 是从你的前面通过底板 包括说你的油门踏板 包括说你的座椅这一块传递到你的身上 它真是啊 就叫4D的感觉 不仅仅是声音给了你一个非常妖娆的这种冲击力啊 它的整体的震动啊 都是会给你那种浑身麻酥酥的感觉 那还有一点呢 大片块需要吐槽一点了 就是它的刹车 它的刹车的线性比较长 德系车呢 它的这种形成是比较短的 就是你踩下去以后呢 在很短的角力的这种状况下呢 就能够提供你所要的这种刹车的制动 那包括说现在很多日系车调的制动感也非常偏于德系的啊 就是非常的紧致 那这辆车呢 我会认为还是特别像以前老的那种 日系车啊 就是感觉非常像的 它不是不灵啊 这个需要纠正你 它不是不灵 你一脚踹到死的话 它还是会刹住的 但是它刹车的一个质感 你是需要踩下去很多 我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正常力的刹车的时候 我都会脚要使很多的力气 就这种刹车给你回馈呢 会让你觉得很累 如果说是一个堵车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 你频繁的油门刹车 频繁的油门刹车的话 你的脚会非常痛苦的 那这辆车呢 我们一共开了600公里 那中间呢 加过一次油 我们也非常仔细的去计算过了 那之前呢 都是比较正常的驾驶 北京环境 油耗 10个 不夸张啊 一二又生 自然吸气 六速 守自己的爱信 10个油 这是妥妥是没有错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 说实话 现在我的嗓子很疼 然后呢 包括说我后面坐的这个小伙伴 刚才一直在不停的咳嗽 不停的咳嗽 为什么 因为太味儿了 对 这也是我要说的啊 就是这辆车呢 真的味道是比较呛人的 就是 嗯 我非常想开窗户啊 主要是开窗户以后呢 这个声音估计也不会特别清楚 所以说呢 也是忍耐了这么长时间呢 一直在开这辆车 当然呢 之后呢 也会对这辆车进行一个拆解 然后也会测一个甲醛这个方面的东西啊 那今天的试驾呢 也就基本上跟大家去聊这么多了 然后呢 看看时间 跟大家聊的时间也挺长的了 那我们在之后的几天节目呢 会把这辆车进行拆开 然后呢 看看这辆车 一气的奔腾X40 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真的就像 反正啊 大冰块开起来是真没有找到 所谓德国味的这种味道 那它里面的结构 是不是像 所谓的 里面还有德国血统呢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的车自己做出大冰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 真话大冰块 那我们这辆车的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